台湾现在成为世界瞩目关心的焦点 因此为期三天 在新加坡香格里拉的对话 礼拜天闭幕 而中美防长的交锋 台湾成为话题之中的主题 美国的防长奥斯汀 以沟通对话为基调 他和日韩菲律宾多个印太亲密盟友对谈 也跟中国防长展开破冰对话 他在公开演说当中重申 美国对于台海南海 这些地区安全的承诺 而听到这样的话 中国防长董军高调展现战狼姿态 他的公开演说回敬 左打台独右批美国 同时以语带威胁的口气强调 中国的忍耐克制有限 分析认为他表态的目的是对内宣传 但可能会让国际社会对北京加倍警戒 谁当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周日闭幕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 大陆防长董军不但针对台海议题 言辞恫吓 还以不点名方式痛批美国等外部势力 用切香肠方式掏空一中 甚至煽动菲律宾在南海惹事 严重干预亚太安全事务 在乌克兰危机上 中方始终以负责任的态度 置离于全核出台 至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乌俄战局 董军以中国没有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 也严格管控居民两用物资 要把自己放在道德高位上 但中方表态明显不被其他参与对话的国家所接受 尤其是紧接在董军后公开发言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就直接打脸北京 他不但对中方缺席本月中将在瑞士登场的和平峰会 表示失望 更直指北京当局已经成为普钦的工具 与俄方联手试图阻止其他国家参与和平峰会 同时以美国和中国参与峰会的态度做对比 暗批北京当局嘴上说得好听 行动上却是更加与俄罗斯横瀉一气 乌克兰之外近期多次在南海与中方发生冲突的菲律宾 总统小马可氏也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的主题演说中 以不点名方式直批北京当局在南海的非法胁迫与侵略行为 非国在主权问题上不会屈服 小马可氏也再度划出红线 强调北京的南海非法胁迫行径 如果造成飞过军人甚至平民死亡 都将被视为战争行为 迫使非方启动与美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 奥斯丁则在演说中强调 美方坚定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承诺 包括台海与南海 并将持续在印太地区保持危折力 同时也会继续与中方保持沟通 管控风险避免误判 在三天的香格里拉对话期间 奥斯丁马不停蹄地与亚太地区盟友展开会谈 包括与日本南韩防长共同强烈反对 在印太地区企图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做法 并且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此外三人也同意 新设涵盖多领域的联合军事演习 奥斯丁与东协各国防长集体会面之外 还分别与菲律宾防长 马来西亚防长 以及今年十月将就任印尼总统的现任防长普拉伯沃 展开一对一会谈 多国防长更在公开演说中用点名或者不点名的方式 提出对北京当局在地区内行进的担忧 对于中国的高度警戒态度不言可遇 而中国防长在对话期间仅与日本 加拿大 以及地主新加坡高层有公开的双边互动 不难看出亚太地区国家对北京提高警戒 保持距离的态度 美方透过香格里拉对话 加强与盟友之间的合作 甚至促成盟友与盟友之间的联系 北京当局却选择在国际场域积极展现战狼姿态 分析坦言这么做的目的恐怕还是借机对内宣传 至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对外关系恐怕受效甚为 TVBS新闻综合报道